癌症也即将有疫苗 中研院院长翁起会 以及这个研究团队发现 癌细胞里头呢 有一般细胞没有的特殊糖分子 而利用这种特性 最快明年就可以用一个癌症的疫苗 来防止16种的癌症 另外这个肺癌也有最新的研究 常出入地下室场所 或者呢就住在地下室的人 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这个土壤中呢 含有一种冬气 民众吸入将会导致肺癌 癌症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疾病 不过中研院院长翁起会和研究团队 正在研发一种癌症疫苗 如果实验成功 最快可以在明年 以一种疫苗抵抗16种癌症 16种癌症当中呢 它都会有表现出很特别的这一个糖 叫做Global H 还有SSEA3跟SSEA4 那正常的细胞并没有 针对着这些特别的糖 来产生抗体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抑制这一个癌细胞 不止乳癌像是胰脏肝脏大肠 和肺癌等15种癌症 都能有效产生抗体 另外在肺癌研究也发现 土壤中的冬气 会是造成肺癌的危险因子 在欧美的数据的话呢 这个冬的暴露会造成的 这个肺癌的风险呢 事实上是 也差不多是到1.5倍以上 经常出入地下室娱乐场所的民众 可要特别注意 记者蒋雨琪 陈玄白 台北财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